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确立了华盐宗的思想概念 学术体系的基本框架 是华盐宗的世纪的创立者 法藏16岁的时候来到了齐州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的福峰 来到了齐州的法门寺 他在佛塔面前点燃了一根手指 发下了誓愿 将自己毕生的心血 投入到寻求真理的事业中去 第二年他就毅然决人的辞别了双清 前往太白山访施求学 后来他偶尔遇到了华盐宗二祖志言大师 拜志言大师为师 从此跟华盐宗结下了终身的缘分 法藏28岁那一年 武则天因为母亲荣国夫人去世 为了给母亲追见敏福 武则天施舍自己的宅院为太原寺 并且搬下圣旨 渡人为僧 法藏由于这个姻缘 在太原寺落法出家 后来因为他卓越的表现 武则天下旨 让京城最有名望的十位高僧 给他受巨族戒 同时四号贤首 贤首呢 它是华盐宗里面一个菩萨的名字 所以后来呀 华盐宗就被称为贤首宗 随后又下招 让法藏在太原寺开讲华盐宗 就这样 法藏受戒不久啊 就已经在京城 斩怒头角了 神农元年 武则天病重 宰相张建之 沉积发动政变 诛杀了武则天的亲信 张义之张昌宗兄弟 拥立唐中宗父位 法藏积极参与了这次政变 内宏法力 外赞黄游 得到了中宗的赏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